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跟南韩就要签下这个自由贸易协定FTA了 那马总统虽然在出访呢 不过他对于这样的情况 他用四个字来形容心急如焚 其实对于我们到底影响有多 因为我们知道签数的这个里头项目 其实都跟我们台湾是重叠的 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韩国 那韩国跟大陆之间 那么马上要签FTA 而我们跟大陆之间的福贸协议已经被搁置了 那货贸协议也延后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的竞争力 面对相对韩国的竞争力 我们就弱了很多 台湾整个竞争力弱了 台湾的整个经济未来发展的活力没有了 马云九当然心交如焚 可是这不就是当时反福贸的学运惹出来的祸吗 而且这个当初我们签那个福贸的时候 这一年前的事情 那个时候大陆就是说 希望给台湾比较早 我们签了这个福贸以后 可以进行相关的布局 然后在这个中韩的FTA上路之前 能够让台湾有个机会 有比较大 就现在没有了 完全所以 完全就是整个是在落后的 所以马云九急 他很坦率 这当然要急 怎么不急呢 而且台湾有很多的产业 比如说袜子 工具机这些方面 他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可是他回来之后 怎么样展现他的领导力 有办法吗 在立法院现在修会 临时会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其实给大家先看一下 这个是今年三月新闻 说普景会跟加拿大总理 准备要开始洽谈FTA 然后这个韩国 跟这么多国家 新加坡东协欧盟秘鲁 印度美国智利 还有哪些国家正在积极洽谈 越南印尼日本 还有澳洲纽西兰 现在中国大陆还没有签 中国还没有签 那这个是最新的这个报纸所 中韩要年底以前要签 你说我们急吗 我们当然急 可是问题是有一些朝野的中间的 一个没有办法 或是马政府跟对民间 还没有办法对话 清楚取得互信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真的没有办法急得来的 尤其如果说第二次临时会 第三次临时会 真的能够把国贸搞定吗 我是非关的 关键不是在绿营这边 不可能啦 就是这第二次 就算是开第四次临时会 也搞不定 可是如果瑞银 稍微配合一下 瑞银她现在的压力很大吧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能够